与其感觉怎么样 挺好的 龙井虾仁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道菜 刚刚一天还说了 因为是贵客 所以把这个虾仁放的特别多 就是我们今天刚刚讲的 它里面有一个食材 叫如意 这道菜就是迹象如意的意思 尝一下 作为地道杭州人也是第一次吃 不错 因为里面有那个咸腌菜 还有那个笋 所以特别的鲜 你刚做饭的时候 跟我说有三年的时间 没有在家过年了 对 第一年的时候会特别不习惯吧 第一年是觉得很遗憾 然后也不习惯 第二年在这些情绪中 夹杂了一些愧疚 第三年就更愧疚了 第四年就决定 先把工作稍微放一放 陪家里过个年 就排除万难 不管怎么样 对 希望可以把更多的时间 留给家人 留给家里人 而且其实会不会 越在外面待久了 越渴望能够跟家人 有更多的时间来相处 肯定 所以说其实像我平时 不工作的时候 我也会选择回到杭州 多把时间给家里人一些 所以杭州一年四季的美景 其实不会说措施太多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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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大家